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拜登总统在最近一次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后 首次向盟友透露他正在考虑是否继续参选 这次谈话标志着拜登总统正严肃考虑是否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恢复公众对他的信心 能否挽救他的竞选活动成为了他面临的重大挑战 拜登总统清楚地知道 如果他在接下来的几次公开露面中再出现像上周那样的表现 情况将变得非常不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作者详细报道了美国总统拜登在经历了亚特兰大辩论舞台上的一次灾难性表现后 正在认真考虑他是否能够继续竞选连任的消息 根据报道 这次谈话成为公众首次了解到拜登总统在辩论后面临的严峻现实 他的支持者透露 这位总统已经意识到 如果他不能在接下来的几次公开露面中 让公众对他胜任总统职务产生信心 那么他可能无法挽回自己的竞选形势 拜登在过去的几天内一直在与家人和顾问们商议对策 试图找出应对这次政治危机的方法 即将到来的几次重要活动 包括星期五和ABC新闻的乔治斯蒂凡诺普洛斯的采访 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活动 被视为决定拜登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盟友表示 如果拜登再经历两次类似的失误 届时情况将完全不同 拜登的高级顾问也承认 总统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的政治挑战 白宫官员对此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询问 而竞选团队则紧张地关注着各项民调 深知糟糕的数字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 在辩论后的星期三 CBS新闻的民调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以50%对48%领先拜登 在关键州的比例则是51%对48%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拜登已经开始与民主党当选官员逐步接触 并计划在星期三晚上与几位民主党州长在白宫进行会谈 同时他也在继续联系他长期以来信任的人 并告诉至少一个人 他愿意接受这样的可能性 及他从辩论中的表现中恢复过来 并将焦点重新转向他的挑战者特朗普的计划 可能无法奏效 尽管如此 拜登的几位支持者强调 总统仍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奋战 并且将这次危机视为一次反击机会 回顾拜登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他多次在困境中绝地反击 因此这次也不例外 然而 盟友们承认 拜登清楚地知道 要让选民捐助者和政治圈子相信他在辩论中的表现只是一个例外 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篇文章揭示了美国政治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 他凸显了总统竞选中的瞬息万变和高风险 事实上 辩论表现不仅是候选人展示自己的平台 更是决定其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 拜登在亚特兰大的表现不佳 引发了外界对他连任能力的质疑 这种质疑可能会对他的竞选资金和选民支持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 这篇报道凸显了总统在政治舞台上的孤独与压力 尽管拜登在家人和顾问的包围中 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他自己手中 他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 同时应对外界的严苛审视 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 是媒体和民调在现代政治中的影响力 文章中提到的CBS新闻民调 揭示了特朗普在全国和关键州的微弱领先 这种数据的公开不仅影响选民的心理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选策略的调整 更广泛地说 这个事件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和表现如何直接影响公众 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拜登的盟友们强调他多次反败为胜的经验 但这种信任需要被不断验证和重建 特定事件 尤其是全国关注的辩论失误 可能会迅速削弱公众的信心 可以预见 拜登总统接下来的几次公开露面 将会被严密关注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命运 也是整个民主党在未来选举中的重要节点 拜登需要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展示出 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清晰的政策主张 以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 在这一点上 拜登的团队可以采取几种策略 首先是通过媒体公开道歉或解释 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计划 其次是通过政策宣讲和具体的行动 展示他的执政能力 最后是加强与党内重要人物和基层选民的沟通 重建信任 总的来说 这篇报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拜登总统面临的直接挑战 也让我们对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严峻考验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 为您带来最新的深度解析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 dynami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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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